这一组人是谁 哇塞 女王驾到了 这是台湾目前最顶尖的记录团队 由舒梦兰主播带领的消失的王者 最后方舟的制作群 来到星光红毯了 这支团队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舒梦兰主播光是一个人 就获得16次金钟奖的提名 获奖5次 而摄影团队更是连连入围 而且拿奖 今年再度前往极地 包含北极啊 澳洲 去记录北极熊 五尾熊 黑熊等兵尾的动物 可以看到舒梦兰主播 身后这群团队都非常非常的专业 就有他们的帮助 才有办法借由优美的画面 呈现还有实地的探访作品 让人可以有很多的省思 再次入围到 自然科学即时节目奖 主持人奖以及摄影奖 祝福你们今晚能够顺利拿奖 好 接下来我身旁大阵仗的来宾 这一组嘉宾真的是台湾最顶尖的 记录拍摄团队 欢迎你们 消失的王者 每次看到那影片都觉得说 印象深刻 画面又惊人 真的很想要问一下的是 舒梦兰主播 可以在摄影棚里面 吹冷气爆新闻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辛苦的工作呢 是什么支撑呢 你继续下去的 对啊 真的好多人问我这样 同样的问题就觉得说 你为什么不在冷气房里面 摄影棚里面吹着冷气就好了 但是我想说 因为我们的生态环境 还有病危物种 更值得我们大家所关注 所以我愿意上山下海 去基地 去非洲 去蛮荒 去沙漠 然后来报导他们成为动物的代言人 去过这么多地方 有没有遇到什么可怕的危机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每一次 每一趟 危机都 就是都是危机四伏 然后不光是自然的艰险 因为比如说我们去基地 然后你可能要忍受严峻 那也有可能像是我们去高山 你要克服这些高山症还有其他的 然后最惊喜的是 我们还有三只猎豹跳上我们的采访者 哇塞 对 我跟他的距离大概只有25 天啊 跳上去瞬间变成某一个牌子 你知道吗 那画面一想就很惊险 想要问一下说 那最后有没有信心可以得奖呢 苏主播 今年非常的感恩而且感动 因为今年是我们第十度的入围 然后同时我们的摄影师 也入围的摄影长 然后所以不光是节目还有主持人 所以今年第十度入围 希望能够十全十美 所以今天我的设计师呢 林薇老师 特别帮我准备一个大红的礼物 然后同时我也带了 宝格丽的 金属周年的礼物包 今天就是王者驾龄的感觉 对 所以希望呢 今天光辉的十月 然后我们十度入围 也能够有好好的成绩 好的 祝福你们可以成为 今晚的王者祝福你们 谢谢 里面请